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成功拿到以后吧 还算比较运气 后面的人就比较近 很多人就失败 哪一天来的记得吗 2月13号吧 我记得是过了元宵节 跟家里过了个年 然后我跟我儿子就拖着俩箱子 走的时候挺凄惨的 因为我们晚上走凌晨走赶三点的车 哇 车街上没人 就我们两个 因为当时我太太还在打理我们公司 就我们两个先来的 然后到这 这还是元宵节之前 因为到这以后赶上了这个 在好像是Mark Albert还是哪里 有一个灯节 那应该是元宵节的正日子 我们来了一天是两天赶上那个 印象还挺深的 在City住了几天 有人接吗 没有 当时有朋友 原来我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福建的朋友在这边 但是也是简单的去做一点这种基础工作 也没有太深入 也还是属于两眼一抹黑 那至少还是下了飞机有人接你 对 因为我们通过中介 对 有些人来说 下了飞机我就不知道去哪 在机场坐了几个钟头 想一想怎么办 我们那还不至于 还可以 创业移民来了就要开始创业 就要按照他的那个当时的项目来做 那个容易做吗 那就是你说的就是那个计划书 因为计划书当时都是找中介做的 有的那个中介不懂 搞得非常离谱 像我这个就是 当时他给我搞的这个计划书 头一年实施大概是70多万 头一年的一页 也有70多万 第二年80多万 第三年90多万 我们根本我就没当回事 因为我在国内做的这个贸易量很大 那时候在中国一个月的这个流水 两三百万是很低的来 就是人民币 我觉得做这么点东西很简单 因为我是做工业品报 没想到到这发现这没啥工业品 没啥工业 然后就觉得要改计划书吧 因为那个其他人我看了一下 20多万30多万都算多的 就是20多30万纽币 对对就算多的 我们这个我一看 这好像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太离谱了 然后挺埋怨这个中介公司的 后来吧 反正自己也做做其他的工作 还找到一些 你像我在北岸还找到一个 做这种隔离器的一个厂 可能不了解一个专业的一个设备 还有还做了找到一个做这个称重 就你知道有工业的那种烧街 我做钢铁的嘛 有这种称重设备 后来我还把有一些设备 成功的卖到这个中国去 当时中国还是有一些新项目的 不像现在好像都没投资了 那时候做那么一两笔 钱也都能出来了 差不多 可能也有点艰辛吧 但这个过程我觉得还算比较简单 对我来讲不复杂 那看来你在当初的 最初的这些生活状态 各方面还是没有遇到太大问题 问题其实也肯定有问题了 包括你看这个 就刚才咱们聊过 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冲突 最大的障碍就英语不好啊 因为我考雅思当时我倒是还好 我本科学英语 学过英语 对 所以说考了五分雅思过来 那很厉害 就觉得还可以用吧 但是到这边就傻了 这边口音太重了 我有一度这个接电话不敢接呀 听不懂 真听不懂 然后就质疑自己的这个英文水平 我说是不是这个退化太严重了 后来吧 反正看看这个比如美剧 我一看还可以呀 我这就美国人都能听懂 这就因为上学的时候 学的基本美系 美系的英语 跟英国是对吧 差距挺大 另外他们这个口音 离语 这些东西是需要很长时间 才摸过来 对 所以这个当时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多长时间就解决问题了 我觉得到现在都不敢说解决 但是好一点 因为后来做这个旅游嘛 做旅游代代团 然后接触本地人也多了 另外比较关键的是有一年多吧 我就找到我们这边的组织 就是到 因为我喜欢打桥牌 然后就进入到社区里面的桥牌俱乐部 桥牌俱乐部基本上没有华人 都是洋人 然后他们那个语言就 因为还是在一个封闭 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吧 就能连猜带蒙的提高一些 对我还是比较有帮助 对 听说刚才讲到的这个社区的一些 各种活动的这个 所以有一门这个业余爱号也罢 叫做什么技能业办 就是这种可以做这个 社交活动的这样一个技能的事情 你看你打桥牌 对 你就马上能找得到 你多长时间就找到了 一年吧 一年找到一个这样一个组织 就是本地的社区里面 那么跟人打桥牌 那么一个是了解社会 一个是学习英文 对 还有就是打发自己的时间 因为新兰的这个 都说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寂寞 孤独 什么冷 都出来了 因为你到一个新的环境 你很难去 把自己的 原来的那种状态 能保持过来 反正有很长时间 我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啥 你是重新学习 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个事 但是你要想做一些 融入本主流社会的这种 相对于非常困难 有那么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觉得真是 无所适从的那种感觉 有挺长时间的 挺长时间 对 但是也是为了孩子去骨气 因为不能让孩子看扁了呀 那时候 尤其是儿子 还得以身作则 还得是积极的这种生活状态 你儿子来是几岁 他是11岁 11岁 对 11岁 今年21吧 正好11岁 上那个银天美点 所以我来的时候 还是得鼓起勇气呀 然后每天给自己找事干呗 找社区图书馆 然后找也去教会 那时候也去教会 然后再去打打牌 陆续的基本上生活圈子就打开了 需要一些时间 你这个要起到当爹的 要起到给儿子起到一个榜样作用 对 男人还是有这个 其实那个11岁小孩过来 那个英文呢 在进学校里面 他遇到的压力 和那个应该说不定比你还大 是 我觉得 那么大小孩一看都不认识 怎么交往也很难 很难开始 他我觉得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吧 他基本上在学校什么也听不懂 然后就跟着人家傻玩傻笑 但是他挺开心的 因为他没有这些中国的 我就觉得中国的教育最近这些年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 主要是价值导向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当时选择离开 你看过年过节 要拼比 给老师去送花 送卡 甚至直接送钱的都有 然后排在那个什么教室里面 谁什么座位都要跟老师好好说 我觉得这个太 太小了 你成年人之间的游戏 你就渗透到这么小的孩子 这个心灵里头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就挺拒绝的 我太太幸好在这方面跟我是比较同步的 我们就觉得真是没必要把孩子非得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塑造 我想让他自由一点 现在基本上是成功的 我觉得他生活的这种状态 基本上完全KD化了 Logo的 那看来是你们想移民出来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小孩的效益 这是其中一方面 其中一方面 很多事 包括我原来做生意有很多生意方面的问题 比方说外签款 我最多外签款欠到大几千万回不来 就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没完没了的 就没有那种希望 尤其是我们原来跟国有企业做生意 很累 这个详细的可能大家一想就知道 只要跟国有企业接触过的都知道 也能赚钱 但是就是在这个被裹挟的这个过程中吧 所以就觉得不如自己选择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时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选择了一个创业移民的方式来到新西兰 当时其实我可以选很多 我可以选择技术移民 你可以选择投资移民 我也可以选择 对都可以选 但是当时因为创业在这个中介那边说是比较简单的 并不是后来发现并不是特别简单 但是当时他们说的是挺简单 我一点没操心 做这个事情都是我太太做的 那时候我是生意上比较忙 所以放手都让她去做 但是选新西兰是我选的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我说有一个原来福建的一个朋友 人特别好 我就觉得这个比中国的这种人 既没有诚服又温文尔雅 我说这个地方一定是很不错的 他能塑造出这种人来 这对我是一个影响 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来了以后 也确实感觉新西兰的人还是相对比较温和 比较nice的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 对对对 比较和谐 比较和谐 人家说的什么和谐社会 新西兰就是和谐社会的榜样 是吧 对因为新西兰本来是一个移民国家 各地方的各国的移民都挺多的 所以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包容 相对来说要更包容一些 因为我是比较能够折腾的 也算连替代打吧 所以我觉得像别人走题 你们那有没有歧视啊 有没有这种对华人不友好的 我说我不歧视他们就已经很好了 就个人我是觉得比较强势的 经过一段这种低潮 也可能说低潮 然后慢慢能找到自己这个位置 也能找到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向 能找到 并不是说不行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吧 可能在自己 在个人 有很多人抱怨 甚至我们创意 有很多人回去啊 我路上会 有一些包括厦门做什么体育用品的 户外用品的什么的 挺好的项目 没坚持下来 反正也就回去了 但这个完全是个人的这种取舍吧 也谈不上好坏 但是我觉得就真是在个人 每个人你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什么样子 对 你看讲到一个歧视啊 其实好多人觉得歧视最严重的在中国 城里的歧视乡下的大城市 对 大城市其实小城市 是 包括很多人说这个省的那个市的都有什么问题 确实 那后来呢 其实你的生活 听从你的来讲 你没遇到什么困难 对 我个人觉得我困难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算大困难 没有啊 基本上比较顺利 那这儿子也上大学了 然后呢 我看你这现在是 更多的是去欣赏 享受新西兰的自然风光 很更多 也是个business 也是生意 对 我本来现在就是 我做导游其实是主观上的 因为来新西兰吧 就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东西跟国内比 它就是一个自由 你是选择的自由 你在国内是不可能的 国内原来我做设备贸易 我不可能突然间我去做旅游 但在这边我突然间觉得 哎呀新西兰这么美 我要玩的话 我得花多少钱 那时候同一次去南岛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 这个地方可能不止来一次 那既然你不止来一次的话 那我觉得还不如把这个 干脆来了算 把自己这个爱好和这个工作 能结合在一起 来了算 而且我很喜欢自己 包括开车 我开车的时候能想很多事情 包括有些写的东西 都是在开车的过程中 去想出来的 就是在那个状态比较专注 能够创作 哎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然后后来有一些国内的一些朋友 然后想玩的话 说让我带一带 那带一带就变成现代的那种 博士了 就基本上变成一个私人导游的 一个方法了 那赚钱吗 马马虎虎 赚了辛苦钱 对 基本上它就是个体力嘛 毕竟你要 新西兰是四岛合一的 你司机和导游是同一个人 所以你要不开车呢 那你基本上就不赚钱了 你想赚点钱呢 这两个都得做 所以说还是蛮辛苦的 哎那这要考特别的证吗 有啊 我们有这种 包括大车证 我考了三次证 一个是把那个叫P照 Passenger License Passenger 对对对 可以带客人 可以带客人 对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升级了一个Class 2 Class 2 可以开到差不多20吨的车 这边按重量来嘛 就可以开到这个车 后来还有PSL这些证什么的 都考 其实也得学 这个年龄虽然学着不容易 但是也都克服了 我记得有一回 这还要考那个大货的时候 就是那个Class 2的时候 还要开那个啥呢 手动挡的车 这哪找手动挡的车去练呢 我在群里 还真有 有一个哥们是在 也是咱们东区的 然后那个有个双排 老高管我记得才是 然后把他的车借给我 扒了这个破双排座 手动挡的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是要拉一块水泥 很大的一块水泥 然后在路上上高速什么的走一趟 人家觉得你这可以的才行 手动挡的 所以还有这么个过程 但现在好像考试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现在包括P罩什么的 好像提动一个什么 武犯罪证明就能办了 跟原来用考试了 不一样的 不用考试吗 不用考试了 那当时我们的都要考试了 还要花很多钱 对 那个天叔讲到的P罩呢 是这么个意思 我理解的 它对不对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朋友来到国外 来到新西兰 你带他们去玩 你不收他们的钱 没有任何问题 没错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 这个是一个盈利的 比如说我带了一个几个人 私人定制的 比如说来到这里朋友 但是呢 是他要付钱给我 我开车带他到处玩的 这样的情况呢 一般的家长是不行的 就是要有P罩 对 人家会查到吗 没碰到过 我带的团吧 包括国内的团 其实也很多是朋友介绍的 对 就是以这种 一起玩为主 但是呢 你肯定还是要负责任的 对 所以这里头还是有一些要求 对 所以呢 如果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遇到的朋友呢 如果开车的话呢 最好是去 看一个P罩 对 在那个生活方面 还有些什么 就是你 因为你来了新西兰的 这个时间里面 这么长了 你天天 你出了你去带团 去旅游 去带他们去看风光 体会这个 这个各个地方的美食 但是实际上 你在这里是 你要天天要生活的 从你最早来的时候 你觉得你生活上面 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生活 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 就是无聊的时候太多了 这个 啥是无聊 大块的这种 不可打发的时间吗 为什么后来 我去寻找打牌啊 去俱乐部啊 然后后来加入作协 加入什么摄影协会 去填充自己的这些时间呢 所以这个跟年龄有关系 你看有些留学生小孩 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们为生活 为生存 可能还在去不停的设计 奔忙 乃至于设置下一个目标 但是人到中年呢 会存在这个 可以用危机这个词 也可以说更柔和一点 但总归 你要找 自己在这个生命阶段里面的 这个意义的问题 人总是要寻求这个意义嘛 这个 又没有这个年轻人那种充劲了 激情也过去了 然后你怎么去 打发自己的这些 生命里面的这个 没有什么比较平庸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比较平庸的时候 所以创作是一方面 比如说写点东西 这肯定是可以的 对 但是你一天写东西的时间 也就那么多嘛 然后还可以去 包括很多人可以喝酒 就凑菊 这边很容易啊 你要想凑菊天天都有 真的 然后喝茶 包括我们很多朋友 也喜欢在一起聊天喝茶 但是我觉得新西兰 确实还是一个过于安静的地方 这跟中国的生活 还是差别很大的 中国你会忙的 你都忘记想这些问题 这边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想 但是你还是不一定能找到 这个解决方法 这两个地方的差异确实挺大的 包括晚上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街道上 你看一看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 就不用说传统的卡拉OK之类的 但中国现在也淘汰了 在这边有的还有 但是我觉得就很不像样嘛 总体来讲就是 和中国形成了两极化 中国是很热闹 太热闹了 新西兰来是太安静了 你没想过到别的地方去 没有 我其实挺 我比较宅的这种 你别看我这个新西兰 我各个角落 我基本上都走过了 每条标号的公路 我都去过了 但是我是想做一件事情 就完整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是我没有兴趣说 我作为一个游客的身份 东玩西玩的这种 其实我宁愿在家里写写东西 然后用脑子去想一想 这跟其他的这种人想的可能还不太一样 有很多人认为我是特别活跃 就待不住 什么地方都喜欢玩 但导游不一定 导游不一定都是一个状态 有些你说到处去 那是个job 是个生意 你要去 但实际上你觉得你不是好动的人 我算比较中庸的一个人 让我动也可以 没问题 包括跟着客人去爬山 走不到 都可以 但是你静下来 我也没意见 都可以 你刚才说了 你参加了各个协会之类的 就是各种华人组织 你最喜欢哪一个 最喜欢 我觉得还归属感比较强的是这个作协吧 这个华文作协 因为这个 虽然我们这个成员年龄不一 有的还偏大 但是我觉得我们专注在文字上 这个事情本身它有它的意义 一个是你身处异国嘛 这个中文这个东西 是属于我们这些人最喜欢的 也是最擅长的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个人 包括我吧 我个人觉得中文非常美的一个 一个事 一个东西 所以我想像我那个儿子啊 包括周边一些朋友的孩子啊 他们如果把这些东西丢了 挺可惜的 所以身上还是有一点点责任感 就觉得能传承就传承一下 能把这个中文能表达的这些东西更精确 更美的 然后让周边的人能够跟你分享的 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觉得虽然水平也不一定有多高 但是觉得做的事情吧 它有一点自己能够找到自己价值的地方 你刚说了小孩子的中文的水平问题 其实海外的华人家很多都有一个痛点 就是在于小孩子学中文都学不好 但是你儿子11岁来在国内上了小学 四五年级了 应该中文水平不错的 他还可以吧 他当时因为他喜欢读书嘛 带着全本的这个三国原意来的中文的 所以他能读下来 而且在家里面呢 我们一直也全用汉语 全用中文来说 所以他现在可能会有些提笔忘字的地方 但是正常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从功利角度 包括现在会中文会找工作更容易一些嘛 还是我们讲宏观的 对这个文化的传承 我觉得都应该让孩子有这方面的这种 不能把它丢了吧 中文的东西我觉得还是 包括在未来可见的这些年里面 中国发展应该还是蛮好的 你觉得你要给你自己定位 或者是来用几句话来讲 你的十年的移民生活 你会想到哪些词 文化这么多词 因为十年的时间时间不长不短嘛 对我来讲比较关键的一些词 包括我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写字 那可能算文人游记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些济流水账 更多的是请住一些关注的那个人文情怀 跟人有关系的 包括呢我们来的这帮人呢 也跟老移民和新移民都不太一样 属于中间的一层 但是我们个人感觉 因为毕竟经过了中国发展很快的这个阶段 自己有些思路啊 视野啊 还是跟世界能接上的 算比较新的一种 算比较新的一个人 包括我刚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写这些东西呢 我现在创作量很大 大概有三百万字了 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我想找这些东西 这边中文的是找不到的 你看洋人的东西吧 又吃力 然后看中国的那些媒体吧 又感觉到很看不下去 就是一个是逻辑也成问题 另外一个很窄 我心想那还不如自己写 写着写发现自己做了一件 就是应该早就应该有人做的事情 而且它很有意义 包括你看疫情这几年 我每天还坚持写 然后就陆续会收到很多人的反馈 就有些群友就说 我们出不去 心里头非常郁闷 但是我们看田书写的这个东西 就好像身临其境 包括后来我为什么 配了很多小短视频 就每次到什么景点 我都注意的把它给牵进去 就是后来我发现 有些人是基本上来了二十年三十年 都没出过奥克兰的 更不用说去南岛了 真有这种人 他们就是忙于工作 不是钱的问题 就是生活状态的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人呢 就是身体不行 比如说有些老太太说 我这个腿就坐轮椅了 那我天天就在电脑上看看你的东西 我心想我能帮到一些人 我写的这个东西啊 哪怕我每天就是几百人的浏览量 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 这样的话就回到前面说的 就是我大块的这个没意义的事情 怎么处理呢 通过文字我可以把它去把它给解决 这个问题 然后找到自己存在的这种价值感 还有 还有什么 关键词 不是关键词 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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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一半小时的访问等等 就是我跟你说了 你觉得你最想表达的是哪些东西 最想表达的 最想表达的是 人的这个 走的这个路啊 真是不可预测的 原来我们从来没想过 这个后半生要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呢 一步一步的就走成了这样 但是从来没感觉到后悔 因为我是比较想 人的这个生活啊 是一种体验 我也没想留下什么东西 就是想让自己能感觉到踏实 充实 能感觉到有价值 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取向的一些问题吧 不代表所有人 在新西兰呢 他的这种前提就是特别自由 就我可以充分的选择 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做 但是我有我有做的可能性 我可以去选择 这是让我们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来的是对的 而且没有人攀比 你做成什么样子 你想搞成什么形式 大家都互相能尊重 这个跟国内也是差别蛮大的 其实你刚来的时候 应该反差非常大 因为国内你做生意 然后是那个 的一种生活状态 来到这个地方的反差应该是非常大的 挺大的 对 你觉得那怎么适应呢 怎么适应呢 还是不得不适应呗 还是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包括你看 反差到大到什么程度 原来我忙的时候 我一天我这个桌上大概是两部固定电话 然后两个手机 他们给我数过 一天大概是159个电话多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 有人闲得没事帮我数 因为我管所有的事情 除了财务我不管 其余的事情我都管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业务状态是非常忙碌的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像我们这种人啊 不是所有人 就是你总是停下来想问一问自己的内心 你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 你有没有从中间感觉到快乐 你看过程中我们也能赚到钱 这没有问题 有人说我财务不自由 所以这样子 那我们虽然达不到财务自由 但是也不发愁吃穿 但是你还是长不到这种快乐感 价值感 存在感 那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的 所以有一些点上 包括刚才也提到中联危机的问题 有一些点上你是肯定要寻求改变的 你想把自己调整到一种什么状态 才能觉得接下来我虽然算不上特别快乐 但是总是做了一些什么 为这个事情做了一些什么 总就没有那么纠结 前一段这个短视频经常流行 自己精神内耗的问题 但这个精神内耗的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存在 或多或少的这个程度 人就是这么一个生物 我觉得只能说 你能让他变得好一点 能最不坏的这个状态 去面对这种生活 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可能我表达的是这样 这么个想法 后面的计划有吗 55岁 在国内都算退休的年龄 我想把我的这个写的东西 整理整理 整理整理 拿得出来的 那么一两本书嘛 包括上次我不跟你探讨过这个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的可能重点 就不会放在新一栏 因为我该写的差不多也都写出来了 就不会放在新一栏的这个旅游 这些在进一步的描述上的 澳洲有可能考虑 因为跟我孩子的这个 他的步伐有关系 他下一步 明年可能还会想去那边上研究生 那也有可能 有一步到澳洲的这个计划 包括我们可能会跟着他过去 也有这个 现在去澳洲的人很多啊 对 而且今年 去年到今年 这个工党的这个 整个这个 对国家的管理 那还是让我们蛮失望的 好在是下个月要大选 希望能好一点 会改变 但是总体感觉就是 这两年新西兰走的这个路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会 比方说澳洲 或者是再等一等看这边有什么改变 没有 有可能 但是太具体的还没有 比如说这个新西兰的华人 绝大部分都去过澳洲旅游 澳洲的华人 绝大部分都没有来过新西兰旅游 新西兰是他们的后花园 他们迟早会来 但是华人 就是澳洲的洋人喜欢来 但是澳洲的华人很少来新西兰旅游 对 对 但是新西兰的人大部分都去过 没错 还是什么意思 单向柳动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对 各位 我们非常高兴访问了天书 天书来到新西兰已经有 十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新西兰的生活的故事 就刚才他讲到了很多 包括具体的一些事例 包括后来的 把他 因为新西兰非常美 所以他带很多朋友 到新西兰到处去走 但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写一个 写本书 一两本书的这个计划 素材已经有了 其实我们 很多朋友可能也很希望 能看到你的这个书的出版 感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方华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